學妹 歡迎來到業務部門 學姐等你們很久咯 首先呢我覺得第一個可能大家會遇到的比較困擾 就是 因為你們這件偶像劇看太多了 就很喜歡稱人家什麼什麼姐 什麼什麼歌 有人甚至就是連名字都審就直接叫姐 姐這可以幫我引印一下嗎 這講這麼多真的是心裡面聽得很姐耶 那如果他叫就是燕之姐這樣可以嗎 我覺得就是不用了 或者是現在不是都有投機取巧會用英文名字嗎 NNC不好意思問一下 對我覺得英文名字就可以省略這一切啦 我覺得姐這個字可以等到熟一點的時候再加啦 什麼你說什麼時候才算比較熟嗎 學妹你不會判斷嗎 學妹有時候那個空氣要讀一下好不好那個空氣 或者說你可以有時候就是試探性的 那個紅之姐啊 那個關於email的部分有些事情想問你 像這時候這種人可能就是他比較喜歡有結的稱呼 對耶 因為他覺得就是你還是要有就是後備的一個姿態 那有些人就不喜歡 有時候就說 欸那個紅之姐 節目部那邊就說有事情要找你啦 對啊 或是那個燕之解釋這個部分是不是有點困難啦 最慘最慘就是那個什麼都不叫他還說那個 請問 是英文那個eat嗎 IT嗎 我們是沒有生命的他嗎 蛤還是鬼騙那個eat 真的是很兇耶 學姐很傷心耶 學姐真的是心都碎了 好啦學妹要記起來喔 不要再亂叫姐了 紅之姐 政治鬥爭 啊學妹你宮廷劇看太多了啦 沒有那種東西 我們大家都是一個大家庭 大家就像學校一樣的同學 好啦這是一個小地方要注意啦 就是這邊幫你做一點複習好不好 第一題 如果A老闆跟B老闆是完全大交惡 站在同一天約聚餐 請問這時候你應該去 A老闆聚餐 B老闆聚餐 請作答 錯 正確答案是 今天媽媽生日我要回家陪媽媽過生日 兩邊都不可以去ok 絕對不能選 小孩子才做選擇 什麼你說媽媽生日已經過了嗎 媽媽生日啊 弟弟從國外畢業回來 或者是說有各種在國外的親戚回來 或者什麼舊公再婚啊 這種都可以好嗎 第二題 去東京玩回來的時候 土產餅乾只剩一塊 老闆這時候應該分給誰呢 A老闆 B秘書 C前輩 D友好坐在旁邊的同事 請作答 什麼老闆 不要給老闆啊 你到底有沒有在聽學姐講話 你給老闆 老闆就會覺得你怎麼還可以出去玩 你怎麼請假的 而且大家都會覺得你是馬屁精 隔天全部傳開 好啊你就只給老闆啊 不給我們啊 真的是 學姐真的白教你了耶 我覺得你真的是哈巴狗耶 這到底應該怎麼辦呢學姐 正確答案是給秘書 因為秘書才是個靈魂人物ok 靈魂人物ok 他可以在幫你在老闆前面美顏幾句 他口風非常緊 他緊到可以吹那個口風琴 學姐也是涉獵很多耶 學姐以前管月色管垃圾 反正千萬不可以給友好的同事就對了 因為他一點用都沒有喔 天啊 會太兇啦 有一點兇有一點兇 你說怎麼融入大家嗎 因為學姐可能就是 一來的時候就人見人愛啊 對因為我們可能在顏值上是比較有優勢啦 但學妹你可能 所以我們可能還是要幫你想點辦法 我想一下你可以怎麼辦喔 首先你真的有幾招就是太NG了 學姐一定要先跟你講 就因為有很多的就是一些心機的員工 就是因為用了這些招數之後 就三個月之內就不見了 譬如說我覺得就是 千萬不可以就是很爛的稱讚 什麼樣子叫做很爛的稱讚 譬如說 彥姿姐今天穿這個看起來好年輕喔 請問我是幾百歲嗎 請問我看起來到底多操勞 不要再說誰看起來很年輕 我們是真的年輕不是看起來年輕OK 那很帥或很正呢 通常就是大叔可能比較容易收買 就是你說他們很帥 譬如說有的妹妹也會用一些美人精 哥哥哥你好帥 真的哥 欸你最近就是健身 哥最近的身材表格很好耶 那個氣色看起來很好 這時候也許那些大叔會買單 但是一樣你會被姊姊們討厭 那這樣子姊姊們到底該怎麼辦才好呢 稱讚來說真的是要比較小心一點 那你可以示範一下 像你這樣的姊姊會喜歡怎麼樣的稱讚嗎 我覺得我個人其實也是一個比較平靜人的姊姊 OK 可以就是可以問說 欸這是新買的嗎 之前我沒看過耶 在哪裡買的啊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沒有每天要穿這個球鞋來啊 沒有啊 這就是二手跳倒市場買的啊 姊姊真的好難喔 姊姊很難 哥哥比較可以 可是盡量不要再有姊姊的旁邊稱讚哥哥 不然你會被姊姊討厭 真的是一個家庭席題啦 學妹還有一種就是新人很可怕的 就是她會瘋狂加班 你千萬也不要這種行為 你千萬不要覺得你流越晚 大家就會越看重你 像是這位學姊她之前 姊姊已經住在公司兩年 沒有人發現 她可能覺得我這就是公司的打掃用具一部分啊 對啊 這是她已經努力 結果根本沒有人理她欸 你只會存在感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連掃地阿姨都不會發現你了 那應該怎麼做才好呢 你就是不應該這樣子就是賣乾來換取尊重 不應該這樣子 因為大家會覺得你工作效率很低 而且你這樣子 要把我們學姊當什麼 我們是惡魔嗎 對好像我們走就好像我們很壞一樣 我們會把東西留下來給你打掃嗎 我們會刻意自己東西不做然後塞給你做嗎 怎麼可能 我們會4點50的時候記憶封信跟你說 就是明天早上之前給我嗎 我們不可能晚上還傳line給你說那個東西幫我看一下 這真的太可笑了 我們不可能叫你做完確認跟錯字訂證啦 不可能做這種事情啦 不會不會 那你是問說到底怎麼樣的行為才是比較容易融入大家的嗎 學姊在這邊真的是私房的一些小撇步拿塊交給你了 真的 我這位學姊是打滾了十年 學姊真的在地上滾了三四年才有人發現我 是說因為打掃的關係所以就順便清潔嗎 是說你可以離開我真的要把桌子就是放進去嗎 OK 首先學姊覺得真的擄獲人心的小撇步就是分享零食 零食真的很重要你不要小看零食 你知道嗎很累的時候就需要血糖太低就需要一些小零食 所以這時候你就不經意的拿出一些就是很好吃的糖果或餅乾 說欸這是我就是多買的啊 或者我們家之前拜拜的大家趕快來吃喔 所以就是用食物去餵養大家的概念 因為誰會拒絕 誰會拒絕零食 不可能啊 就小時候媽媽可能說不要拿陌生人的東西 也不要拿陌生的零食了 可是同事又不是陌生人 你們是要成為一個goodfriend 而且你不要想說你就是要大家一視同仁 你這樣就錯了 有些零食就是要專門留下來給一些特別的人 特別的人 特別 譬如說就辦公室有可能有一區是放零食區 但是如果你去東京可能買一些比較貴 比如東京巴娜娜啊 或是一些比較小的餅乾 這時候你就要去你最想拉攏的一些人 比如說我想要拉攏說 學姐跟你講就是我去那個日本買的東京巴娜娜 我怕被搶光所以這個先給你 天啊真的是很上道欸這個 天啊我值得一個東京巴娜娜耶 好了不要再業配了 你說不知道要跟大家聊什麼嗎 怎麼會 我跟你講其實學姐研究很久 到底要怎麼跟大家聊天 因為學姐本身是有一點內向 因為學姐其實也是害羞的人啦 你看得出來吧 所以我們也是做了很多內心的掙扎跟努力 才變得像今天一樣比較就是你知道 包面玲瓏 如果你想要跟就是一些秘書啊 或是行政的姐姐聊天的話 首先你要很認真的追劇 你一定要跟他們聊劇的內容 你一定要說那個劇可以嗎 如果他就開始面露難色 就是他有看可是他不那麼喜歡 你說對啊我也覺得男主角超醜 真的是有夠難看的欸 如果我要氣追的那真的不行 那如果是講到他眼睛發亮的一些劇的時候 那你就要想辦法延伸那個演員曾經演過的戲 或是那男主角有多帥 關於工程師的部分學妹 這又更簡單了 你只要跟他們聊幾個東西 車子房子小孩子 什麼 你說可是你沒有這些知識 你不會自己去看MOMO01嗎 學妹手機是拿來滑的OK MOMO01就那個小惡魔 MOMO01裡面都有OK 什麼 你為什麼要笑 那如果是一些新進員工 就是你們想要快點跟同儕拉進距離的時候 這時候怎麼辦呢 學妹你怎麼會問我們這個問題 你這麼年輕就不知道怎麼樣跟你的同儕打入嗎 我跟你講最重要的一招就是一起罵老闆 但是這點真的要小心OK 不要被這家人聽到 你真的不能被出賣 你要小心一點 你一定要確定他先罵了一句之後 你才要補 學姐其實很少就是有閒置的時候 對學姐下午其實通常不太會有什麼休息的 什麼下午茶break 也不太可能會有這種事情 你其實也不太吃零食的啊 對那最近有一款是還可以吃一下啦 那公斤那一款新的啦 好啦不要一直都說我們在這邊跟你們講 啊你們是不是應該跟我們講一下 今年尾牙到底在哪裡啊 透露一下今年在哪裡吃啊 啊會有什麼藝人來啊 下面BTS啊 BTS是什麼 該不會又是你們自己組什麼團體了是不是 你們是不是自己組團體取名字 天啊 在找學姐以前用過了好不好 好啦希望你們就是加入了大家庭過的愉快 然後在職場就存活下來 上班加油囉 拜拜 拜拜 等一下賴聊 等一下賴聊啦 欸賴聊啦 要看賴啦 大家好我們是夜務部的新人 那我們今年尾牙帶來一首最近很紅的歌曲 蛋 Iv Intel COV最高級的啊 我們将去打電 gens 玩一下 駕厭 快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